第二十题如图所示第三秒物体的加速度为多少 我们从图上的VT图看出来 一秒到五秒的VT图是一条斜直线 也就是做所谓的等加速度运动 也就是一秒到五秒之间 每一点的加速度都一样大 因此到一秒到五秒之间 任何两点的平均加速度 都等于任何一点的顺时加速度 那么一秒跟五秒的速度已知 我们就可以带到我们的公式 所谓的平均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 有多大的速度变化 来算一秒到五秒的平均加速度 也就是一秒到五秒钟任何一点的顺时加速度 我们看到所谓的速度变化 0秒的时候我们的速度是4 5秒的时候速度是负4 所以变化是负4减4 我们总共花了时间从一秒到五秒 总共花了4秒钟 所以负8除以4答案就是负2 负表示方向的问题 因此我们第二次提问说 如图所示第三秒物体的加速度为多少 我们答案选的是负2公尺 每一秒每一秒 每一秒